欢迎收看1月22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门琪 首先想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北市开放涉及新北市30到49岁致民 接种公费留款疫苗 数量有限用完为止 韩国釜山及张俊少年职铁团 日前来到安亨国小 与管乐团进行跨国音乐交流 为了改善脏乱情况 新店区安和里最近在里内完成污水接管的项弄 进行墙面彩绘 让环境焕然一新 湖联户区经验馆即研究中心提案的 安坑采风轻轨型 获得新北市监狱局参与式预算特优 将带领民众深度走毒 今天的保命房再一把抓 要告诉大家 如何在第一时间正确地处置烧烫商和电灼商 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 类流感疫情近期呈现上升趋势 而且是近十年来同期最高 预估将在农历春节前达到高峰 为了守护市民健康 新北市宣布从1月18号起 开放涉及新北市30到49岁市民 接种公肺流感疫苗数量有限 打完为止 根据新北市卫生局统计 从112年10月1号起到113年1月13号止 累计有52例流感并发重症 其中8例死亡 重症及死亡病例都没有接种疫苗 考量30到49岁民众 没有列入中央公肺流感疫苗对象 为了避免感染流感后 传染给同住流感高危群群家人 因此新北市日前宣布 从1月18号起 提供涉及新北市30到49岁市民 接种新北市公肺流感疫苗 疫苗数量有限 用完为止 卫生局指出 接种流感疫苗是全球公认预防流感 最有效的方法 请符合资格的民众 进草完成接种 以保护自身和家人健康 此外 流感疫苗为不活化疫苗 可和其他疫苗同时接种在不同部位 或是间隔任何时间接种 预估流感与新冠疫情将在农历春节前达到高峰 卫生局也提醒民众 可同时接种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提升保护力 而民众如果出现呼吸困难 急触等危险征兆 请尽速就医 并配合医师指示服药 降低并发重症的风险 记者是民众们齐新店采访报导 韩国釜山季章郡少年制集团 日前来到安坑国小 与安坑国小管乐团进行跨国音乐交流 说明乐团都演奏了多首动人的乐曲 而两国学生也透过了音乐 搭起台韩之间的友谊 并借此拓展国际视野 韩国釜山季章郡的少年制集团 日前来到台湾参访 并安排前往安坑国小与安坑国小管乐团 进行跨国音乐交流活动 韩国釜山季章郡的少年制集团 特别带来了传统歌曲表演 独特的演奏风格 让在场所有人都打开眼界 很开心 有这样子国际教育交流的机会 那韩国七章的那个子弟团 以及我们安坑管弦乐团 进行音乐的交流 那孩子之间呢 可以彼此以音乐会友 那也用简短的那个 英语呢 来做祝福 那孩子们感觉呢 非常的新鲜有趣 安坑国小管乐团 也演奏了多首快日人口的曲目 悠扬月音回荡川堂 让气氛相当欢乐 安坑国小校长陈玉芳表示 这次的交流 让孩子们有机会借由音乐 搭起了台韩之间的友谊 也拓展了国际视野 更有国际观 以及呢 对于这样子 韩国当地的一些音乐呢 也更有接触跟了解 音乐无国界 即使两国的学生 语言上不相通 不过透过音乐 也让他们之间的情感 没有隔阂 接着成名咱们其 新店采访报道 新店区安和里 以花卉为主题 在安和路二段 229项等完成 污水接管的巷弄墙面 进行彩绘美化 原本脏乱漆黑的后项 经过了色彩装点 瞬间换然一新 变得缤纷又明亮 艳丽的玫瑰 信蝴蝶翩翩飞舞 提前烧来春天的气息 这个充满春意的彩绘墙 就位在新店区安和里 安和里里长 刘淑梅表示 这次的彩绘墙 主要是针对污水接管 完成的后项 除了安和路二段 229项 还有223项 以及安民街 344到352号 354号 这些后项 在接管前 原本是脏乱又漆黑 现在画上了花卉土样 瞬间焕然一新 把项梦做一个美化 让它更显亮 更干净 那这次刚好 也水利局有这个配合款 也非常感谢 陈宇军议员 有想到安和里 刘淑梅里长进一步指出 接管前的后项 李明常会堆置杂物 或是乱停车 但是彩绘美化之后 情况大为改善 另外他也说明 为何挑选这次的花卉主题 其实是考量到后续的维护 希望缤纷的才会强 可以美丽又持久 颜色上面 确实是需要一个鲜艳度 跟一个明亮度 但是如果太浅的颜色 毕竟在防火箱里面 还是会有一些机车族 一些民众的停车的问题 然后污秽的问题 脏乱的问题 所以我才会在它的版面上面 挑选这几个图案 新北市水利局表示 截至2023年12月底 累计污水接管户数 已经超过120万5000多户 后项彩绘也完成了636条项弄 期盼未来可以继续与里长结明咒 共同携手打造干净又舒适的生活空间 记者陈平这门期 新店采访报导 湖联顾居纪纪研究中心所提案的 安坑采风轻轨型 获得新北捷运好林好里 参与式预算特优 将透过导览走读活动 带领民众深度了解安坑地方人文特色 湖联顾居纪念管纪研究中心 参与新北捷运好林好里参与式预算 以提案安坑采风轻轨型获得特优 得到预算的支持 将可以把提案的内容落实执行 这次负责提案的常务监视胡慧霞就表示 轻轨通车后让不少民众有机会来到安坑 所以规划了一日游行程 导览走读要带领民众看见安坑的人文亮点 我们先搭这个安坑轻轨 先在那边集合 然后集合好我们把这个新北市捷运局的 这个安坑轻轨介绍一下 然后呢再到我们固居这边来 我们会走一下专雕像 然后到我们固居来介绍胡连将军 以及那个大时代的故事 在一日游的行程中会分成AB路线 也同时结合了在胡连固居纪念馆附近的景点 除了不少人熟悉的陈逢险豪芒雕刻馆外 像是台大安康农场 其实也与胡连将军颇有渊源 在胡连固居纪念馆中更展示了一幅 由将军从农场远眺 亲手画下新店图坛山景的油画 常务监视胡惠霞表示 走读游城中会搭配DIY体验 让民众更能够感受在地特色 午餐后我们就会到新北园区 就是中央气象局的新北园区 大家也认识一下 因为它也就刚好就在台大安康农场旁边 走路三分钟以内 然后我们再回到台大安康农场去做DIY 像这个DIY的它有两种方式 这是一个行程 那另外一个行程就是我们会结合陈风险航盲雕刻馆 陈风险老师由陈风险老师亲自教授 然后专雕艺术的这样子的一个DIY的一个活动 位于新店安康路一段项东内的 胡连固居纪念馆即研究中心 于108年接牌成立 内部展示的胡连将军各项珍贵文物 从109年开始与文化局合作 举办过不少导览走读活动 理事长胡敏玥表示 安康轻轨通车的确为地方带来观光效益 也期盼能够透过深度走读 让更多人来到馆内深入了解胡连将军的生平与故事 我们这几年三年多来也一直在发展这个地方的深度的走读 因为我们安康地边很多的神秘的奥秘的单位 那当然胡连将军是大家以前没有办法进入的地方 那借着这次的轻轨 我想说可以更多的把大台北地区的民众带到我们这边神秘的地方来 非常欢迎大家 胡连雇居经典管纪研究中心表示 将以雇居为核心结合周边相关景点 打造新店安康旅游圈 同时带动减费绿化生态永续 以及安康人文历史 预计将举办六场的走读活动 让民众运用安康轻轨来到这里 感受邻里地方有温度的美好 记者杨邦友 长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广告后继续来看保命防灾一把抓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小米你没看错 申办大新店宽屏 抽沟通龙机车等多项大奖 现在申办一居高速光纤上网 每个月只要849元 而且还有10个抽奖机会 中奖机率高 你还在等什么 快拨打2917 3939 喜欢记录生活 分享生活吗 Channel3公用频道提供您一个最佳的平台 今天的保命防灾一把抓 要跟大家分享烧烫伤和电灼伤的差别 以及如何在地时间正确的处置烧烫伤和电灼伤 才能避免二次伤害 马上就由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些救护知识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消防局第四大队安和分队李乔源 欢迎收看保命防灾一把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烧烫伤及电灼伤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 具有调节体温、保护、感觉与代谢功能 当皮肤烧到伤烫伤害时 会丧失原本的机能 伤口会成为续静繁殖的温床 因此学会如何第一时间正确的处置烧烫伤 是非常重要的 烧烫伤依据皮肤受损程度不同 分为一度、二度、三度烧烫伤 一度烧烫伤 皮肤损伤在表皮 外观会看到皮肤红肿 会有疼痛感 二度烧烫伤 又分为浅二度烧伤 及深二度烧伤 浅二度烧伤 皮肤损伤在表皮 及真皮肚头层 外观皮肤红 起水泡 会有疼痛感 深二度烧伤 皮肤损伤在皮肤深层 外观皮肤浅红或白 起水泡 对痛感觉不敏感 三度烧烫伤 皮肤损伤在表皮至真皮全层 或更深至皮下组织 肌肉筋膜 骨膜 骨头 外观会看到皮肤紫白 焦黑 焦痂 或干硬如皮革 感觉会消失 万一烧烫伤发生了 该怎么办 可以依照 冲 脱 泡 盖 送 五字学处理 首先 我们要先移除造成烫伤的热源 或将烫伤的患者暴力热源 再来第一个步骤 冲 迅速以流动的自来水冲洗约15-30分钟 也就是用冷水冲洗烫伤的部位 除了可以降低烫伤处局部的温度 和减少疼痛感外 也可以把烫伤部位的脏污冲掉 以免脏污感染烫伤的部位的伤口 第二个步骤 脱 小心的将烫伤部位有覆盖的衣物脱除 或必要时可以以剪刀剪开衣服 并暂时保留粘住的部分 避免将伤口治水泡弄破 再来就是泡 泡的意思就是泡冷水 持续浸泡于冷水中15-30分钟 可以减轻疼痛及稳定情绪 接着就是盖 我们可以用干净的浴巾 毛巾 床单 纱布 盖住烫伤的部位 请勿随意涂上外用药或民间偏方 此类做法可能无助于伤口的复原 并且容易引起伤口感染 同时马上进行第五个步骤 送 除几小只烫伤可以治理外 就是赶快送到医院急诊室急救 获打119请救护车赶快来 将烫伤的伤患送到医院急诊室急救 自从人类发现了电 人类的生活处处和电行情相关 而和电有关的意外事件也屡间不显 因触电而受伤的最常见的伤害就是电灼伤 什么是电灼伤呢 电灼伤就是指因高能流电流流通过身体后 转换为热能导致热灼伤 除肉眼可见的皮肤损伤外 对电流经过的神经血管肌肉及骨骼 造成身体组织或器官的伤害 电灼伤会有的重重不像 依电流量种类及电压不特大小 触电时有温热的感觉 刺痛感 肌肉筋软 心律不整 心跳停止 呼吸停止或脑部受损 当旁人发生触电时该怎么办 首先 因立即切断电源或使用绝缘体附着的电线以开 若患者发生呼吸或心跳停止时 立即施施CPR急救 并同时请旁人打19迅速送医治疗 通常 电灼伤受伤程度较深 按烧烫伤不同 可不经冲水泡水过程 而直接送医治疗 烧烫伤电灼伤的处置你学会了吗 别忘记冲脱泡盖送五字血 来看宝贝亚有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申办宽屏网路正式时候 欢庆大新店有线电视30周年庆 申办1G光纤上网指定方案 每月只要849元 加码再抽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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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车等五大毫里 速洽2917 3939 大新店监控防护2.0 AI人像辨识及时告警 为您顾家顾店都安心 再想窃到损失补偿险 每年最高36万元 速洽2917 3939 平宁游客中心及公厕 因耐震补墙及空间改善工程 暂时关闭 预计113年4月重新开放 详洽平宁区公所 02 2665 751 113年度乌来区新店锡清潭水质水量保护区 水源保育与回馈费奖励有机栽培 植树保林执行计划 1月2日至4月30日受理申请 受理地点为乌来区公所土地经济客 新北市好运专车产检车资补贴方案 1月份起延长使用期间至分娩后6个月 并可运用在运产妇就医 婴儿预防接种及就医等用途 以上的新闻内容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新店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本琪 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